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伙伴们 好消息来了 从明天开始我就要正式进入这个场地 协助我两个朋友他们把这个 从村民手里做过来的这个 非常古朴的一个小院改造出来 预期三月份之前完工吧 我们尽可能的抓紧时间 从施工的每个环节开始做起 把这个院子给改造出来 整体这个院子差不多有三亩地在一个镇上 黄菲呢 这个房子主体的形式是传统的那种四个院的那种形式 所以呢 保留下来呢 还算比较完善的风格术 也是我特别喜欢的这种传统的中式风格 里面还有片子 旁边有点菜园 这边还有水果菜园啊 都很不错的 下来我们看一下 整个院子的大体结构 明天开始就这样把你呢 开始进场开始改造了 这个特别有补补气息的小院呢 这个特别有补补气息的小院呢 就坐落在车水马上的车路 交通很方便 整个的房屋的整体结构 就前面有一大部分 到时呢还算比较完整的完好的这样一个木质结构 接下来要清理的 要维护的就是满汉的原貌 恢复出来 这一半部分是民国时期的造型 整体的木质结构 玻璃 里面呢有一些放量已经换掉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修缮的功能 这边呢就是传统的中式风格的雕花 雕像 特别漂亮 个人对这一类木质结构的中式传统的建筑师毫无抵抗你 有了个别的喜欢 或者是进入院子的一个大门 两边也是常年累月没有人维护 所以呢基本上都是破烂不堪了 进入大门以后呢 中汤 中汤之前它是这个地方是有六扇门的 按照传统中式风格的话 这个地方应该是有六扇门直播 我来把它拆掉了 右手边呢 这边 空间还是比较大 里面呢圆木结构我们基本上都会保留 这个地方应该是有六扇门的 没有老十条 尾处的日子 这些都会保留 这些门都特别有年代感的 这些都会保留 来 来 我 去里面出来了很多老家居 到时候我们都会动人一个般的烦心出来 这些大王 没感 中堂过来这边就一个天井是传统的中枢的天井 似水归塘的天井 前后也有似水归塘的天井 但是因为在应该是在那个年代 然后人们就把一些木质结构的东西没有保存住 改用就是砖土结构的 后期我们也会把这桥面做整体处理 整个院子的天井 让它恢复成传统的那种天井 最安全好 奶奶 最安全有钉子好 不要砸到脚了 然后走 这边 可以用的家具我们基本上都会包 保存 保存下来 从这个位置看的话 特别符合传统的四属归塘的天井 后面呢就是 明里在那里的一些小 每一空房间 都会把它改造出来 那边缴起来 银子很大 所以 这东西的时候 后边的这些天井 比较久的一些 这种柱头它已经 空心的烂掉了 那看一下 现在有一些程度 可能离路会改到这里很远的 难度 死在黑 这里面有一个柱草 真的是特别漂亮 后面的话 这是一个院 把所有的垃圾清理完以后 我们就开始 对它们的院开始设计 开始改造 网面基本上都处理完 就是有一些细节上都没有处理好 我就会 重新做一下处理 整个院子长的面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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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 有 有 都壹 自己的 编曲 和我日本那种繁荣的气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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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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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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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